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1日 已經是 星期三 中共 剛剛宣佈了拖延了很多個月 三中全會 正式宣佈7月份開了 這個全名叫中共20屆三中全會 其實應該在去年10月尾就開了 誰知道因為種種問題 坊間的解讀為甚麼不開呢 主要就是 習近平本身的問題 因為去年 他提拔了兩個人 兩個都出事 一個是誰 秦剛 外交部長 跳隔地升上去的 一個叫李尚福 也是他自己提拔的人 兩個都出事 秦剛被指 被美國插犯了 是一個特務 李尚福 大量貪污 你用他的時候你也知道他貪污了嘛 中共是誰不貪污 問題就是 他的貪污程度使習近平自己也接受不了 原因就是中國的軍備 全部都拿樓灘 竟然 戰機裏面 不是用汽油 是裝水的 即是騙錢騙到 最後那一滴也想騙 你戰機差就算了 你連裡面的汽油也拿出去賣 然後換了水 到底有甚麼東西是真的呢 你的子彈射不射得出來呢 中國據說的擁有的核武 究竟射不射得到呢 這是令人很擔心的 所以 一直以來要打台灣 要侵略南海 要統治世界的美夢 粉碎了 為甚麼他不開會呢 習近平不是大了 原因 是因為 如果他 去年開三中全會 他擔心 會報毛澤東後塵 毛澤東 1961年 召開7000人大會 甚至上是被逼的 原因就是三年死了很多人 經濟崩潰 每個人都把矛頭指向毛澤東 他唯有被逼退居而善 開會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每個人上台狂說 每個人都在說話 彭德懷也罵 人相吃 要上史書的 要被人記載在歷史的 搞到人吃人 結果 毛澤東在那一件事 出事 要退居而善 習近平為了避免犯了毛澤東的錯誤 任何會都不准開 給你機會來質疑我 除了秦剛 李尚福 還有 火箭軍 也是他首成立的火箭軍 由上貪到下 全部個個都是 腐敗不堪 被他以前打倒的 徐才厚 郭伯雄 房豐輝 張揚等等 可能更加腐敗了 所以 基本上是沒有甚麼面目去面對人 也不敢去面對 索性就不面對啦 不敢面對索性不面對 所以不開會就是最穩定的 好了 那麼現在 根據 現在的最新的形勢 他應該搞定了 搞定了甚麼呢 搞定了 會對他發難的人 例如 外交部長暫時找到黃毅 但是他又不太相信黃毅 因為剛剛布林肯訪華的時候 出來宣佈習近平見 布林肯的不是外交部長 竟然是公安部長 王小雄 可以看到 王小雄 實際上 他信公安比外長更多 當然他也有懷疑 外面坊間也有說法 就是這個 秦剛的黑材料 實際上 就是王毅 一方勢力放出來 故意搞死他的 因為他不滿意 這個 王毅 不滿意秦剛空降 升得太快 他想培養的幾個人 全部都升不到外長 其實習近平是看那些人不上眼 王毅本身也不太看得上眼 當你是太監 你下面的人 更加是小太監 小公公 更加看不上眼 所以 他完完全全 對王毅是很有戒心 這次王小雄 出來傳話 在一個外交上的議題 你想想 你看美國國務卿 竟然由公安部長出來宣指 你想想這個外長放在哪裏 現在 外長 接下來 傳說會換人了 因為王毅也是過度性質 國防部長也是一樣 換了一個董軍 董軍實際上是否真的信任呢 因為身為國防部長 竟然 不是 軍委委員來的 進不了軍委 軍委會開會 你國防部長不是軍委委員 那麼你開甚麼會呢 你的身份是甚麼 觀察員 變得很尷尬 整個 架構很尷尬 我們就看看 中共中央的宣佈 他們在政治局 這兩天開了一個政治局會議 會議內容就是 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之下 經濟實現良好的開局 全部都睜大眼說謊 但是承認面臨諸多挑戰 我們很好 我們好得不得了 不過很多麻煩 很多挑戰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 案例是去年年底開的 一直拖延到現在 坊間當然有很多猜測 除了剛才所說的 國防部長問題 外長秦剛問題 還有 一系列的 一班人 很多人落了馬 甚至乎整個火箭軍現在要解散 然後戰略支援部隊 又重新上馬 變成要成立另一個軍種 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結果甚麼都被搞壞了 還有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經濟問題 近一年 大陸很多人都覺得 大陸很多人都覺得可以有經濟復甦 原因就是 我們那時候疫症 疫症做不到生意 很正常 怪不到誰 大家只能夠怨天 命苦就不要怨父母 現在災難就不要怨政府 所有事情不關政府的事 是你們不幸運 是你們黑 跟政府無關的 是你們的命生得不正 為甚麼命生得不正 你們在這個國家生活 在這個國家的出生 已經是本身已經注定了一個悲劇 所以不能怪政府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 然後 最大問題當然是經濟 每個人都覺得 解封了之後經濟會復甦 誰知道 復甦不了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因為疫症爆發的時間 中共政府 是用一種極強硬的方式 把整個經濟 拉停 正如一隻馬 跑著 極高速跑著 要衝刺的時候 你勉強 就把他拉停 那隻馬是一定會廢出去的 因為 太大的運動量 突然間 停一停 基本上 動物都會立即爆肺 立即死 如果那是一架車 肯定車位人亡 而那個是一個 中國是一艘高速列車 我經常都說 這艘高速列車 用一個極高速的方式向前進發 但是突然間你要他停就停 你覺得他的引擎可以承受得到嗎 他的車輪可以承受得到嗎 他的路軌承受得到嗎 任何東西都承受不了 那種壓力 是隨時令到車上的人車位人亡 結果 車沒有亡 不過裏面的人已經全部血肉模糊了 車沒有爛到 因為 急速停 所有人 在車裏面向前衝 你試想一下 那架車以 時速1000公里的速度向前走 突然間他要說停就停 停了 那麼裏面的人會怎麼辦呢 好像 洗機裏面那樣搞 其實也可能不止 那種衝刺力 就好像你搭那部升降機 由 90樓直衝到地上 那一刻停 你不是突然 你不是突然 慢慢殺停 你不是突然停 中間可能 在30樓的時候 突然間有個卡卡住 你想一下 升降機裏面會有甚麼事呢 升降機裏面的人全部都變成玉碎了 中國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 因為去年 你想一下上海 前年 整個城市話風就封 長三角的龍頭來的 所有貨品出不了 你想一下 做生意的人會怎麼想呢 我原來可以浴缺砧板上 可以不用說人權 這個大伯隨時可以衝進你的房子 可以抓你去這個 旁邊 還要是幾千萬豪宅都不能行臉 你哪有信心在這個地方繼續住下去呢 你哪會有信心繼續做生意呢 每個人都沒有信心走 你那些生意怎麼恢復呢 而且 他的一連串操作 是令到國內經濟 徹底崩潰的 而且大量的人 輸了一副身家 這三年 每個人都覺得 等 有希望 因為國家好嘛 國家有希望 國家經濟好 我們只要 捱過 初初 自己會給自己的時間 半年而已 半年捱過 半年就沒事了 結果借錢 借錢你捱過半年 結果半年之後 還要半年 那就繼續借錢 再加利息 再借另一筆錢捱過半年 誰知道不是半年 是三年 任何人 任何企業 底不夠厚 這三年都輸了 所以大量的企業是破產 大量的 中小企老闆是沒有了 輸了身家了 這樣的情況下 你經濟如何恢復呢 當大量的人破產 大量的人輸身家的時候 你的經濟是啟動不快的 因為平時出來吃好玩樂 出來消遣 他一個月找10萬人的一家公司 他就會出來花費 他那家公司破產 你還要求他出來消遣 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大陸各行各業都會消遣 這次開三中全會 另一個說法就是習近平已經安居平五路 解決了所有的政治問題 沒人能能能能能能能力 也沒有人敢追責 解決了所有問題就好了 外面的人就傳了 習近平 是要 修憲 將這個 叫做國家主席負責制 即是變成一個總統制 他要做大總統 實際上他是應該稱帝的 不用浪費時間啦 做甚麼總統啊 直接換老婆 稱帝算數啦 也沒有人阻止你了 改了國號 其實我覺得 也沒有人會反對的 甚至乎 假裝俄羅斯 大家投票 好不好 那張票就有兩格 你贊不贊成習近平主席稱帝 贊成 支持 一定投票 一定百分百的 全票通過 全中國人民投票 其實現在共產黨不是這樣嗎 你看到 從來很多人都會問的 大家有沒有人反對的舉手 誰敢舉手 沒有人敢舉手 所以傳票通過的 甚麼都傳票通過的 所以這一次 三中全會開 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我覺得 似是 外面的說法是對的 即是 國家主席負責制就變成總統制 總統制就好像俄羅斯那樣 搞假選舉出來 也沒有人敢跟他選 又或者出來選舉人你都沒聽過 也不知道是甚麼 隨便找個地方 叫退休的市委書記 出來跟他競選 一個人是99.999 另一個人是1萬票 就是一個民主選舉 他就是一個民意代表 我覺得 始終 因為你很難 跟全世界的 配合 你沒有辦法銜接 別人問你的銜頭 你不是總統 所以 我覺得他 應該是想做總統的 亦都可以 用來蒙騙世人 或是他自己覺得證明是命徵言順 我就是大總統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三中全會 這個 內面的其他的資料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說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安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